要马上都领会他的意图 我觉得是很困难 没错 跳球之后呢 比赛正式地拉开了帷幕 如果你持球进攻呢 除非你有很强的这种 个人进攻能力 给到了底脚的位置 这倒是松赞的特点 有感觉啊 而且是在之前的比赛里面 应该说大家记望很高 因为今天王潇辉的竞赛 所以段江鹏就被激活 那么你就得防好 如果是站在上一队这边来赛 他把你压制下来的话 他就是能够有赢球的机会 张春菊 没时间了 只能是刘生 刘潇雨对赛岳队也是挺了解的 挺熟悉的 因为你一旦失误的话 快过反击 你半场防守就没了 就已经到北京队第二节刚一开始 现在这个比赛节奏 在弗雷战特赛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对于北京队 刚起来以后 他们就能够调动开北京队的防守 不乱 确实这个不太给力 吉姆又一个 对吉姆的防守啊 这个要看一下北京队如何来解决 他反而打不成也有足够的时间回去 而且在这种节奏下他们还忙忙能打成 不能让对方扩大分叉了 又是吉姆的破坏力 好球 漂亮 这边 侧翼何重打 这个特别进攻端嘛 对 进攻端的稳定性 对对对 关键这个 我是大落 但是刚才那球他真的是应该往内线走的 这球刘真防得很聪明 刘真每场比赛 超级能力很强 超级能力 超级能力 周宇翔的单兵突破 防守 防得也不错 最后6秒 吉姆又来了 好球 北京队篮板球还是吃亏啊 这状况外 就没有进入到这个北京队目前的攻防 冰队这波有点打枪了 能造到犯规非常好了 就不看截球 刘真宇再杀一波 但是那个阶段 持续的时间受到了犯规的影响 他要记载力 再来 漂亮 卸防了 他这个把握性确实不太高 这个不如他在篮下 他如果半截投篮准的话 那就更棒 有这个位置上 方硕有一个节奏的变化 在加弗雷德特的机会 你空间给他出来就完了 这球 要靠方硕来解决问题 哦 真硬 今天进攻状态也不错的时候 周宇翔是关键 1.8秒 哇 漏掉了方速 怎么漏了方速啊